末第四 欺骗党内 争官 争权 争钱 中共官方造假数据不仅是要欺骗人民 还要欺骗党内 用来美化自己的政绩成就 用来争取或者巩固权力地位 比方说 去年出习近平大张旗鼓的宣称 中国有9899万人全部脱贫 还召开了表彰大会来热烈庆祝 但是到了5月 李克强出面说了大实话 他说 中国还有6亿人口 每个月的收入不到1000块人民币 换算下来 相当于每天收入只有5.1美元 请注意 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是 每天收入低于5.5美元 换句话说 中国这6亿人口 每天收入只有5.1美元 其实都还算是贫困人口 那么 为什么中共党魁要说 贫困人口只有9000多万人 而且已经全部脱贫了呢 很显然 是为了欺骗党内 营造自己的执政成绩亮眼 好用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权威与地位 争取明年继续连任党魁 至于其他层级的中共官员也是一样 他们通过造假数据制造假政绩 用来争取更高的权威 因为有了更高的权威 就会有机会来交换更多的政商利益 好 我们重复一次 中共之所以热爱造假数据 主要有几个目的 第一 欺骗海内外 营造国际强权地位 第二 欺骗商界 又引资金技术进入 第三 欺骗国内 政权维稳 营造伪光正 第四 欺骗党内 争观 争权 争钱 我们再补充一句话 中共之所以这么迷恋数据 造假数据 就是要用数据来支撑 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不足 要用数据来装饰共产党的虚假画皮 要用造假数据的伪科学 来充当共产党的拉拉队与政治打手